大家好,这里是卫美食记 今天咱们分享自家座椒盐虾 做出来的椒盐虾外皮酥酥脆脆 麻辣鲜香 虾肉鲜嫩弹牙 吃起来口感留香 每回做的这个菜 孩子们都抢着吃 并且做法还非常简单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是没一斤的大虾 最好是选用活虾 先用剪刀剪去虾脚和虾须 再剪去虾腔 虾的小脚也要剪掉 拿一根牙签在下的第二关节处挑出虾线 这样吃起来才会过瘾 不然在吃的时候出虾线会影响胃口 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大虾全部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以后放入碗中 接下来把洗干净的大虾腌制一下 放入姜片葱段 再加入多一点的料酒去腥 加入一小勺食盐 用手将其抓拌均匀 全部抓紧以后放一把腌炸20分钟 接下来准备生姜切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半大蒜 先切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也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青椒去脂 先切成辣椒丝 再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红椒去脂 去脂以后把它切碎 切好之后和青椒放在一起备用 接下来做椒盐 锅中倒入30克的花椒 3克的小茴香 先不要放油 开销后把它炒香 炒5分钟之后加入10克的白芝麻炒香 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发出香料的香味 芝麻炒香以后 加入一勺食盐继续炒香 海盐炒至微黄的时候关火 再放入88粒微筋 把微筋炒香就可以了 哇 好香啊 一股浓浓的椒盐香味就散发出来了 然后把它倒在压板上放凉 这些食料全部晾凉以后 用一根擀面刀把它压碎 来或者碾压 我们做椒盐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放一点 把椒盐做好之后装进一个干净的瓶子里面密封起来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用就可以了 全部压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相反的放在小碗里会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虾已经腌制好了 用筷子把里面的葱姜全部挑出来 然后分次的往里面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 用手将它抖匀 让所有的大虾都能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然后再加入一勺 这样分次加入淀粉 可以让虾裹得更均匀 用筷子搅动一下 让淀粉分布均匀 防止虾粘连在一起 起锅烧油 下入筷子冒小泡的时候 把虾依次的放入锅中 这个时候要转中小火 一个一个的放下去 慢慢的炸 全部放好之后 用筷子翻动一下 防止虾粘连在一起 先把虾炸至定心以后 用豆瓣把它捞出来控油 放进一个大约的碗中 然后开大火把油温升高 这次把刚才炸过好的虾倒进去 大约30秒左右 经过第二次炸至之后 炸到表皮变得金黄酥脆 然后用肉炒控油 把它捞出来放进碗中备用 大家可以听一下 声音真的非常的清脆 锅里不用放油 倒入将蒜末 辣椒丁也倒下来 开中火炒出香味 把这些配料的水分炒干一部分 炒香以后 再把炸好的大虾倒进来 快速的翻炒均匀 然后根据别人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椒盐 继续翻炒均匀 让每一只大家都能均匀的裹上椒盐 哇 真的好香啊 咱们这个椒盐大虾就做好了 接下来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椒盐虾是不是非常简单 而且味道麻辣鲜香 色强味俱全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而且整只都可以吃 连虾咳咳就特别香 外酥里嫩 咬一口都是酥酥脆脆的 鲜嫩弹牙 真的是非常的过瘾 如果你也喜欢吃虾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收藏起来试一试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跟转发哦 点我的图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明镬顶下期间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观看